委内瑞拉没完没了的总统闹双包政治闹剧持续上演 自封为临时总统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在上个月不顾最高法院的禁令出国 先后造访了哥伦比亚、巴西、巴拉圭和阿根廷以及阿尔瓜多尔 向拉美国家寻求支持 一直到昨天他终于决定回到委内瑞拉 展开另一波反现任总统马杜罗的大型示威活动 但是外界都认为明知山有虎却偏偏挑战禁令的瓜伊多 这一次回国是凶多吉少 因为他可能会因此面临牢狱之灾 那违反进出国令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在昨天顺利回国没有被逮捕 他抵达机场之后 除了获得大批支持者的热烈欢迎 那部分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欧洲国家 也派出了大使到机场迎接他 瓜伊多才刚回国 就马上在首都卡拉卡斯举办集会 向总统马杜罗施压 还吸引了上万名的支持者捧场 他们高举委内瑞拉的国旗 创起了国歌 随后瓜伊多在演讲当中宣称 目前有超过700名军人便捷 已经不再效忠马杜罗 随着瓜伊多回国 美国也向马杜罗发出了警告 那如果瓜伊多受到任何威胁或是暴力对待 美国和国际社会将会做出迅速和强烈的回应